在最近几年NBA里,勇士一定是联盟的王者,互利与KD这一,有着跨时代打法的超距,令勇士变成一支被NBA历史,铭记四年三冠的王朝级别球队。 然而勇士那么成功除球队此身实力之外,最重要是可能仍是这小球时代背景,这个联盟内线凋零与缺失,给勇士这种外线型球队很多成长的空间。 然而这点也令勇士备受质疑,在勇士得到第一个冠军时,就有许多专家表示,联盟内线没有人,令护理数字成名。 假如是在邓肯、奥尼尔时代,勇士内线只会变成被揉引与撕扯的弱小者,这点就连勇士最疯狂的格林都不能不承认,他曾经表示自己不是邓肯与奥尼尔的对手。 然而现在,联盟内线有卷土重来之势,今年选秀,爱顿与班巴也在季前赛登场,然而爱顿轻松拿到24加10,48分钟效率高达38加16。 更加可怕的是在被记者问起自己的发挥时,他非常随口说道还行,这也表明他并没真正发挥出他的实力。 在爱顿选秀之前,就有记者曾经说,他是勇士这个小球时代受益者杀手,就连格尔都觉得假如他成长的话,勇士一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,然而现在勇士的恐惧可能真的出现了。